哈喽,大家好,我是Ben 今天带大家去了解一下关于电动卡丁车的一些事 下面我们来到了卡丁车的主方工厂 前面放在我们面前的这一台则是在全国 相对比较少见的电动卡丁车 没错,它是百分之百纯电动的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外观 首先映入我们演员的是这台卡丁车的操作仪表台 可以看到它是有四个按键和一个液晶屏组成 最左边的这一块横色的则是它的启动按钮 而旁边的这块液晶屏就是它的电量显示 最后的是钥匙空电 而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则是它的电量显示 剩的点不多 旁边的就是倒推按钮以及前进按钮 而旁边的方向盘 一般卡丁车的方向盘其实也没什么好说 但是这一台卡丁车的方向盘呢 它配备了一个别的卡丁车并不具备的功能 就是这个银色的小圈 这个呢可以看到它旁边还有一些镂空的设计 这个就是卡丁车的方向盘高低调节 它可以让各种身形的人都能比较贴合的坐在这个座位上 有更好的卡丁车驾驶体验 而下面蓝色的这一根则是与方向盘连接在一起的 这根杆子则是从卡丁车的转向拉杆 它与方向盘连接在一起 控制着前轮的转向系统 而这根银色的踏板 不是它的刹车踏板 旁边则是油门 这个卡丁车上还有许多亮点 例如这一块 这一块板呢 在很多卡丁车上我们并不能看到 一般我们见到的使用油的卡丁车呢 是没有这根东西的 那么这根东西是什么呢 这根东西就是这台电动卡丁车的防撞梁 那么说到这里 可能很多人都会感到疑惑 为什么卡丁车要有这一块防撞梁呢 因为像我们国内大多数的卡丁车厂 并不像国外那样有比较广阔的场地 宽广的场地可以让你随便开 哪怕冲了出去也没事 我们国内多数的都是卡丁车都是室内的 而且都是轮胎墙 那么试想如果没有这块板 那卡丁车要是蹭了上去 那么直接对转向机构是造成一定的伤害的 那么卡丁车后期的维修成本则会很高 而有了这块防撞梁 哪怕在你不熟悉场地的情况下 车子蹭了上轮胎墙 那么对车子本身的结构也不会造成损害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 它是直接与车架连接在一起的 这个就使得它的强度有一定的保证 侧面也一样有加强结构 那么说到加强结构呢 我们不能忽视我们后面的这一根防滚架 这个防滚架在一般情况下呢 它并只是说就起到一个头整的作用 而万一在遇到紧急情况下 万一卡丁车真的翻车了 那么这里也会对卡丁车作为一个支撑部分 它是钢材 比较结实 那么关于卡丁车的外部 基本上就是这样了 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卡丁车的内部结构 那么在拿掉盖板以后 我们可以看到 左右两侧各被放置了两组电池 那么这样子对于整台车子的重量分布呢 是相对来说比较集中的 也使得车子在动态表现中 能够有更灵活的表现 随着视线往后移 我们可以看到后面这里 这一块黑色的物体 就是这台卡丁车的动力原权 能够提供2.2千瓦功率的电机 那么这台卡丁车呢 它有三个档位可调 分别为ABC三档 可以通过遥控器来进行控制 能够更加的符合不同人群的驾驶习习 这一块 优点是它配备了叠刹 并且是打孔通风刹车盘 在高配的卡丁车车上还可以选装 在这个位置还可以选装差速器 那么这就是这台卡丁车的静态体验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这台电动卡丁车的优缺点 它的优点是在它的动力输出更为线性 可以达到相比于用油的卡丁车来说 它会更加的环保 凝固着 那么它的缺点呢 则是如果在高档位的长时间 高强度的动力输出下 它的续航能力 会相对来说会有所减弱 OK 这就是今天的电动卡丁车静态体验 我是Ben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多多点赞 第一次制作不是那么的好 请大家多多抱怀 谢谢